你好,我叫Rika,我是中国黑龙江人,现在我住在中国的广州,你知道吗?在泰国有一个孕妇被推下悬崖的故事,没错,不是掉下悬崖的,是被推下悬崖的。 哇,太可怕了,对吧?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对中国夫妻在泰国生活,结婚前女人很努力的创业,就是自己开公司做生意,所以赚了很多很多钱,是个有钱的老板。 男人听说女人是个有钱的老板,所以很努力的追求女人。 经常送很多很多花,制造很多很多浪漫,所以女人很感动,觉得男人爱自己,觉得自己遇到了爱情。 几个月后,两个人闪婚了。 嗯,闪婚了。 在中国,认识的时间不长,马上就结婚了,速度像闪电一样,我们说是闪婚。 结婚后,丈夫不喜欢工作,喜欢赌钱,所以她欠了很多很多钱。 欠了很多很多钱。 妻子帮丈夫帮丈夫还了一部分钱,剩下的部分让丈夫自己想办法。 丈夫觉得自己的妻子很有钱,但是不愿意帮自己还钱,所以特别特别生气。 她不爱自己的妻子,她恨妻子,特别恨。 2019年的一天,丈夫帮妻子去公园看日出,看日出。 是吧,看起来她是一个很浪漫的男人。 那个公园有一个34米高的悬崖,不低啊,34米高的悬崖呢。 她把妻子从34米高的悬崖上推了下去。 天啊,这个男人太可怕了。 你知道吗,她的妻子当时怀孕了,孩子已经三个月大了,她是一个孕妇,怀孕了三个月的孕妇。 孕妇被丈夫从34米高的悬崖上推了下去,太可怕了,34米高啊。 你说,孕妇会怎么样呢? 会死,还是没死? 孩子呢? 最后,孕妇没死,孩子没了。 真是个奇迹。 孕妇为什么没死? 一是因为,她被路过的游客看到了,发现了,马上送去了医院。 二是因为,她掉下悬崖的时候,被一棵树挡了一下,但是她撞到了很多地方, 她撞到了头,撞到了手臂,撞到了肋骨,撞到了大腿,撞到了膝盖,撞到了脚趾。 受伤很严重,医生说,她的头,手臂,肋骨,大腿,膝盖,脚趾都骨折了,都骨折了,但是她人没死,真是个奇迹。 妻子在医院醒来后,不敢跟警察说,是丈夫把她推下了悬崖,因为丈夫说,如果妻子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就杀了她。 这个男人太可怕了,后来,妻子想办法让朋友帮她告诉了警察, 丈夫被警察带走了,最后,丈夫被判了33年的刑,她得在监狱里待33年, 现在五年过去了,女人一直在努力地做复健治疗。 她每一天都很努力,现在她的头,她的手臂,她的肋骨,她的大腿,她的膝盖,她的脚趾都恢复健康了。 她和她的丈夫也已经离婚了,她的生活也好起来了。 你说,她的丈夫为什么把她推下悬崖呢? 而且,她还是个孕妇啊! 只是因为太生气了吗? 因为恨吗? 可能目的不单纯,听说男人是想继承女人的钱。 太可怕了,为了钱,她杀自己的妻子,她杀一个孕妇。 关于这件事,你怎么看? 一个网友说,女人不能恋爱脑。 嗯,恋爱脑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脑子里都是恋爱的事情。 恋爱脑这个词用来形容, 为了爱情花费太多的时间、精力、金钱,付出太多的人。 这件事中的孕妇就是一个恋爱脑。 她因为觉得男人很浪漫,因为感动,就和男人闪婚。 结婚后,她知道男人喜欢赌钱,还帮男人还一部分钱。 她太爱这个男人了,但是她不爱自己,她是一个恋爱脑。 这个网友说,一定不要下嫁,不然很难生活幸福。 好,什么是下嫁? 她自己是一个有钱的老板, 她的丈夫不如她有钱, 而且不努力工作,只喜欢赌钱。 这两个条件不对等的人, 当然他们的生活习惯,想法,态度都不一样。 可能有很多的矛盾, 本来相爱的两个人,最后变成了不爱,甚至恨。 真的很难生活幸福,对吗? 还有一个网友说, 闪婚要慎重啊。 是啊,要慎重啊。 我也这么想。 你会和一个不认识的人, 新认识的人,闪婚吗? 你不知道他之前做过什么, 不知道他做过什么工作, 不知道他认识过什么人, 不知道他结没结过婚, 不知道他做没做过劳, 等等等等, 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怎么能马上跟他结婚呢? 怎么能跟他闪婚呢? 有人说, 因为爱情啊, 所以闪婚。 和他之前做过什么, 做过什么工作, 认识过什么人, 结没结过婚, 做没做过劳, 都没有关系。 只因为爱这个人, 有爱情最重要, 真的没关系吗? 你会因为爱情闪婚吗? 你想看更多的视频吗? 那你快去我的网站, 叫www.lazychinese.com 在那里, 我做了更多的视频, 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 在零基础的视频里, 我会告诉你一个很简单, 很短的小故事, 然后我也会告诉你汉字的故事, 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个汉字的故事。 在中低级的视频里, 我做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可能是我吃东西的, 可能是旅游的故事, 可能是成语故事, 可能是中国经典的故事, 对, 我做了各种各样的视频。 好, 然后呢, 在中级的视频里, 我做了很多我自己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个人的故事, 可能你会喜欢我中级的视频。 然后在中高级的视频, 我做了很多社会话题相关的故事。 对, 我以后会做更多的视频, 我也会邀请更多的中文老师来做不一样的视频, 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 好, 如果你要和我上课, 你也可以在我的网站找到BookLessons, 然后我有一对一, 然后也有小班课。 你可以看看你喜欢哪一种课, 欢迎你和我来上课。 如果你不明白我的视频, 在我的视频下面有免费的文本, 对, 你点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英文的意思还有拼音。 好, 所以希望你赶快去我的网站看一下。 谢谢。